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杨幂 赵又廷等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经收官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但却再次深陷青圈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月2日 网友谢邦仙在微博发文称 近期的热播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未经当事人授权 用了一段江苏省昆剧院演员晒文的昆去录音 该微博转发数万 得到多发网友力挺 随后 剧房做出回应并道歉 称已经严肃处理此事和相关负责人 主动联系上昆去演唱者本人确认版权事宜 有热心的网友只录了电视剧《涉嫌侵权之处》 在该剧第57集 58集 各有一分多钟的侵权声音 当时 剧中主人公正在类似于酒楼的地方吃饭 一楼的戏台上 演的就是昆曲牡丹亭 而剧中响起的昆曲唱腔 清晰可闻 就是丹文唱的牡丹亭显断没错 对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剧房今日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做出回应 对此事十分重视 已与二尔进行处理 并主动联系到了演唱者丹文本人 并真诚道歉和积极沟通版权事宜 希望能弥补给版权方带来的损失 另外 除了原著小说和空曲 也有微博网友 纷纷质疑电视剧《三商三世》 使用了游戏里的原创名词《三商三世侵权道歉》 剧房深陷舆论漩涡究竟是咋回事 《三商三世侵权道歉》 由杨幂 赵又廷等主演的电视剧《三商三世十里桃花》 已经收官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但却再次深陷侵权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月2日 网友谢邦仙在微博发文称 近期的热播电视剧《三商三世十里桃花》 未经当事人授权 用了一段江苏省昆剧院演员晒文的空曲录音 该微博转发数案 得到多方网友力 停 随后 剧方作出回应并道歉 称已经严肃处理此事和相关负责人 主动联系赏昆缺演唱者 本人确认版权事宜 有热心的网友 只录了电视剧《涉嫌侵权之处》 在该剧第57集 58集 各有一分多钟的侵权声音 当时 剧中主人公正在类似于酒楼的地方吃饭 一楼的戏台上 演的就是昆曲牡丹亭 而剧中响起的昆曲唱腔 清晰可闻 就是单文唱的牡丹亭显断没错 对此 《三商三世十》 李桃花剧方今日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做出回应 对此事十分重视 已与二进行处理 并主动联系到了演唱者单文本人 并真诚道歉和积极沟通版权事宜 希望能弥补给版权方带来的损失 另外 除了原著小说和空曲 也有微博网友 纷纷质疑电视剧《三商三世》 使用了游戏里的原创名词 快乐男生官博也怒对《三商三世》 海报江坤 象征要继续发扬讽刺功能 人才不缺缺乏创作3月5日 北京会议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江坤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讽刺艺术是象征的一种功能 要继续发扬 但需要把握讽刺的度 新京报记者 侯少青 设三月5日 北京会议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江坤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讽刺艺术是象征的一种功能 要继续发扬 但需要把握讽刺的度 新京报记者 侯少青 设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 曲艺家协会主席江坤 曾在春晚舞台上 表演过虎口侠想 电梯奇遇等象征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笑声和反思 昨天下午 江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谈到象征发展现状 他认为 目前象征人才不缺乏 缺乏创作 象征本身就是讽刺的艺术新京报 你提出象征要发扬讽刺功能 如何看待象征的讽刺功能 江坤 象征本身就是讽刺的艺术 要继续发扬讽刺功能 今年春晚我说的心虎口侠想 大 家都满意 说明这个作品真的是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 反映了社会需求 新京报 那怎样发挥象征的讽刺功能 江坤 讽刺首先是需要打量 见到不好的要说 现在这个社会 你想指责别人时 总有各种各样的人 跳出来讲这讲呢 我们是从事讽刺工作的人 要想清楚 什么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东西 其次讽刺也要有度 让大家听了以后 觉得是这么回事就行 也不能把社会上的怨气 一万面全都 说出来 一下子好像见不得光明 越讽刺越婚姻也不行 这个度掌握好非常不容易 心惊爆 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江坤 艺术本身要通过 无数次舞台实践来检验 我选择的视角 都是老百姓共同关心的 比如堵车 雾霾 食品添加剂 和现在一些 见死不救的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 比如一个人在很危急的时候 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在照相而不是救人 本来想办法救人应该放在第一位 像这些老百 性都有感受 我说出来 人家也会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艺术作品本身是给大家带来娱乐的 在欢乐的同时 寓教娱乐 相声人才不缺乏 但缺乏创作 心惊爆 为什么现在有些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 会觉得相声不好看了 江坤 那是个别人 心惊爆 怎样提升年轻人 对相声的兴趣呢 江坤 舞台实践 现在很多小剧场的演员 经过了小剧场长时间 大量的演出 有了量变 现在他们从未小众服务走到 向大众服务时 需要一个质变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人出来 说哪些合适 哪些不合适 比如说某一句话 剧场里你斗了可以 上了电视节目 要考虑造成影响怎么办 这就有一个质变提升的问题 心惊爆 具体怎么培养年轻相声人才 江坤 建立学科 包括以后通过学校进行系统性的培养 心惊爆 那现在相声人才缺乏吗 江坤 据我了解 现在喜欢相声的人很多 人才不缺乏 但缺乏创作 心 惊爆 创作人才 要怎么培养呢 江坤 这个本身还是要有具体的途径 社会共同关心才行 过去我们有创作学习班 有深入生活的采缝活动 集体讨论参与创作 这些都是可攻减减的具体方式 新闻内存心虎口狭想 1987年的央视春晚 江坤表演相声虎口狭想 当时讲的是一位28岁的男青年 不小心掉进了动物园的尸库山 在这个规定情境中 主人公虽然为与老虎的互动 但一系列想象妙去横生 至今看来仍有破多笑点 时隔30年 2017年春晚 江坤再次演绎新虎口狭想 新闻讽刺食品添加剂 小伙不敢救人怕被碰瓷 碰到别人有困难 大家是围观不救人等社会现象 新京报记者 张维